医管局员工阵线在伊丽莎白医院摆设接站 向市民介绍有关中共病毒疫苗的资讯 他们表示科兴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存疑 批评政府大量为长者接种科兴疫苗 使政治凌驾防疫,对市民安全不负责任 香港政府在3月17日晚发出新闻稿 声称有医护组织抹黑疫苗 用政治利益凌驾公共卫生 医管局员工阵线副主席罗卓尧表示 他们只是根据数据 指出科兴疫苗有效率只有50.4% 对于60岁以上人士的数据不足 不应该让长者接种科兴疫苗 罗卓尧也对政府正在推行的公职人员宣誓感到忧虑 他担心政府要求公立医院医护宣誓效忠 会进一步令政治凌驾于医疗专业 你宣完试之后究竟你有没有办法继续讲真话 好像现在今天这样 其实我都是跟数据说话 跟数据说话的时候原来是会被人批评 是政治凌驾公共卫生 被人说是我抹黑他 那这些时候会不会在宣了试之后 你不可能再说呢 就说你是违反了誓言等等那些的原因呢 或者用国安法告你啊 多宗长者死亡案例 另不少原本打算接种科兴疫苗的长者放弃接种 社区组织协会干事连伟桥 3月18日也在电台节目中表示 近日向涉嫌查询疫苗的长者中 半数是打算取消预约 新唐人记者张晓慧香港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